你们家主子呢 你把她叫出来 本姑娘今天一起收拾了 我告诉你 我们定会将此事 领报给皇后娘娘 你等着瞧吧 太子到 殿下 太子殿下 殿下 梅渝善和她的丫鬟 私自逃离禁闭室 违反公规 还请殿下责罚 最好打他们个八十大半 逃什么逃 我跟着太子出去办事 也要告诉你啊 我们自是不必知道 不过此事 皇后娘娘知道吗 把我放下来 太子的事自然会禀告娘娘 庄姑娘死咬着不放 可是想挑拨太子与娘娘的关系 你 他们方才说的话 还需要本王再重复一遍吗 可是 全女不敢 你没事吧 他身上有伤 这几天你就别去学堂了 好好养伤我照顾你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这是干吗 来 回太子殿下 我给小豆子熬药呢 应该快好了 小豆子你这儿喝的是什么呀 来 药啊 这明明就是水啊 你一定是忘记放药了 身体怎么比昨天还虚弱了 梅呆呆抓鸡抓了一天 今天也没吃饭 他还不让我动手 来 来 来 可以登记了 你这是要干吗 对药山基啊 这还活着呢 有杀鸡 拔毛 还得拔毛啊 这怎么拔啊 南北 给我一个毛巾 我给小豆腐擦脸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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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士受不清 男女士 赶紧去备辆马车 我们接小豆子回东宫敬仰 太时有心了 叫宋公公来把这里都收拾一下 可是小豆子如今的身份 入驻东宫定会再次遭到非议 小梅记得《诗经》中曾讲过 物便封发乎情 直乎礼仪 发乎情 民之姓也 直乎礼仪 先王之泽也 况且孔孟爷主张男女受受不亲 就算要谈情书啊 也不能违背古训啊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这花不错啊 可是给我买的 那个 你整个花瓶 帮我插下 好 去吧 给我 看 你给我看看 你别看了 看看 小心点 看 你 都是些无稽之谈 你别放在心上 没事 我又不是什么不守护道 什么伤不外俗 什么什么胡作非为 是吧 看得出来 对对对 不是不是 没事 就他那下里巴结的样子 能当太子飞 但凡照照镜子都知道自己不配 这才不见相 赶着谁家的阿猫 我都能睡得上了 说来还是丞相千金 投错贪了吧 要得性没得性 要规矩没规矩 真是提殿下不爱的 你这不算草了 这个不爱 好嘞啊 好 不是 是你吗 是你 就是就是你 听说相府千金要被选为太子妃了 这事倒稀奇 就是这 你又是 那就是相府千金 就是他 快停 别老巧 才 才了 你这个丫头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出门要看天 行走要看路 怎么这么没有规矩呢 你也觉得我没规矩是吗 你那伤好些了吗 好差不多了 我走了 听着 没有太子的命令 你哪儿都不能去 再者说了 老夫啊 还没给你下诊多万呢 我真的好了 不信看 别别别别 我好了 别别别别 我的子弓啊 转圈 生机动武一百天呢 跳啊 跳啊 慢点慢点 我的药啊 我的药啊 我把你的药啊 我现在就能夭用你那些 要求你那些 要求你一次 化这个药他 否则我们入口 脑椒 就走 白格子 好美容啊 搭服您那 refugees 方才 吓到你了吗 谢谢你救了我 小补卦 我现在有一种预感 殿下正提着两米的大刀 杀气腾腾地赶来 伤怎么样了 好 差不多了 来 太子殿下到 殿下 殿下 弄着干吗 不请白公子纪念喝茶 是 伤还没好就要上房接瓦了 我好差不多了 我看未必 不然怎么会突然摔下来 那 那是太副